好 日报主任副总 萧美琪今天出席了美国台湾关系法四十五周年论坛 他在这次时也特别提到在四十五年前美国通过的台湾关系法 那这个法也奠定了美国跟台湾的法源依据 而且他也提到未来准总统赖清德 他也有其中的四大支柱会来协助外交关系 第一个就是深化我们的国防安全国防实力 那第二个就是经济安全 因为经济安全就等于国家安全 第三个则是深化与盟友的关系 第四个就是稳健以及有原则的两岸的领导能力 那我们来听一下萧美琪这次是怎么说 安全上为了因应台湾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美国除了台湾关系法所承诺的传统军售之外 近年国会也透过立法提供了 包括总统提用权 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PDA 外国军事融资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以及国际军事教育训练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-MET等等的政策工具 来协助台湾强化我们防卫的能量 那另外这几天呢 因为赖清德的内阁名单也是一波波的曝光 那现在也传出了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她是点头会答应担任外交部长 不过外界呢 有一些杂音就认为这个外交不是林佳龙的专业 那今天萧美琴就被问到说 在外交上会不会跟林佳龙一起来协助林佳龙 那我们听一下萧美琴怎么说 在外交方面未来会不会给林佳龙一些建议 那格名单满意吗 可以看到呢 萧美琴呢 是笑笑的回应说 他们会一起来努力 那也被问到对内阁名单满不满意 萧美琴也是笑笑的 那另外呢 萧美琴在这次的论坛上面 他也喊话了希望在世界可以上架台湾